吃货拯救世界 这句话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成立的 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动物 它堪称外国般小龙虾 泛滥成灾无人能治 最终被吃货们抢勾一空 还有着诡异的外貌 名字里带个蟹 却又不是传统衣裳的螃蟹 别人八条腿 它只有六条 也是多亏这六条腿 它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帝王蟹 帝王蟹 听名字就很霸气 学名叫勘叉加蜜石蟹 不知道是因为名字太绕口呢 还是因为它体型大 所以才被叫的帝王蟹 帝王蟹体型大到什么程度呢 把它腿伸直了 能有一米八那么长 别人最多脖子一下全是腿 它可好 没有脖子全是腿 能有这么长的腿 重量也小不了 帝王蟹能长到二十斤以上 在海底可以说是横行霸道 不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动物 只要是能吃的一个都不放过 实在没得吃了还会同类相识 在它生活的领域内 很少能找到什么活物 主食是不可持续的节责而鱼了 帝王蟹不仅能吃 还特别能生 在帝王蟹生育期里 每年每只母蟹 都会产出近万只成活小蟹 别的物种一出生 就要自己找吃了 这群小蟹就不一样 它们直接吃 还没有出口的兄弟姐妹 别人赢在起跑线 你这是吃掉起跑线 不过万象的是 帝王蟹三十多年的寿命里面 只有四年能生子 这要是年年都能生 挪威人民真的要欲哭无赖了 帝王蟹作为一个产自 日本海和白令海峡附近的物种 它们怎么就能跑到挪威 去作威作福呢 我们接着看 海鲜街里的小龙虾 被吃货一网打尽的帝王蟹 为何会跑到千里之外的挪威 作威作福呢 这要从二战之后开始讲起 在二战之后 各国元气大伤 物资匮乏 为此相对的增加了捕鱼业的发展 帝王蟹也逐渐走上了 更多人的餐桌 由于体型大 肉质鲜美 身手人民群众喜欢 为了能大规模养殖 就有人把几千只帝王蟹 放到北冰洋 八轮之海地区 尝试进行人工养殖 但帝王蟹对于生活环境 还是很调剔的 要在25摄氏度的海水里存活 这个温度对于北冰洋来说 还是太暖和了 于是大批的帝王蟹被冻死 眼尖项目黄了 于是所有人也就撤 仅剩幸存下来的七只帝王蟹 在原地大眼瞪小眼 那还能怎么办呢 跑呗 这七只帝王蟹 跑到了挪威附近之后 觉得不错就安顿了下来 结果就酿成了大祸 我们往期节目里 也接受过不少的入侵物种 接下来的清洁和以往差不了多少 帝王蟹泛滥 以经为天人的速度 吃光了附近几乎所有生物 并且还在30年的时间里面 增长到了五千万只 甚至还入侵南极中 南极的海水温度 是随着深度提升的 也就是说 在南极的某片海底 就有适合帝王蟹生长的温度 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逐渐壮大 曾经观察到南极洲海底 有将近150万只帝王蟹 在集体迁移 这对于海底生态来说 可能是互以面性的打击 不过万象的是 帝王蟹对水温环境适应力 还不是那么强 对于大部分帝王蟹 也只能在少部分海底 活动密室 不至于像蝗虫一样 扩散到世界各地 他们既然数量如此之多 为什么价格一直下不来呢 我们接着看 帝王蟹在挪威犯懒常灾 像小龙虾一样 要扣吃货消灭 为何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呢 起义 是因为挪威是老牌生母国家了 蟹蟹那么可爱 怎么能清理掉呢 螃蟹的命也是命啊 于是就限制补牢 需要持正上岗 整个挪威 540万人里面 只有不到300人有补牢症 可以合规合法地补牢帝王蟹 这200号人再怎么捞 也没有海底下几千万只帝王蟹能生啊 这也是产能上不去的根本原因 其二就是因为捕捞环境过于恶劣 帝王蟹一般生活在850米以下的海底 只有产卵的时候才会在前海区域 这就造成他们难以被捕捉 一般使用的器材叫做捕蟹龙 当他们沉到水底之后 过一天再来看有没有收获 但捕蟹龙体积很大 一次出还带不了几个 再加上帝王蟹活动区域一般都是深海 海面下风平浪静 海面上可就是波涛兴涌了 冰冷的海水 再加上狂风巨浪 对于挪威这种什么都不干 纯吃福利都能活得不错的国家来说 这种工作过于艰苦了 虽说回报在挪威这个国家来说 也是相当的丰厚 但过于艰苦的环境 和只有两个月的捕捞期 更加降低了帝王蟹的产量 并且干这行的死亡率 也相对于其他域民高 每十万人里面就356人死亡 挪威海对帝王蟹大小进行了要求 捞上来的每一个帝王蟹都要经过检测 不过大的通通要扔回海底 虽说当初帝王蟹入侵 给挪威海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挪威政府也曾考虑过 是要生态还是要经济 但很显然呢 生态哪有钱重要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观众老爷们 对帝王蟹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